青明年假就要來告 很多民眾常常常因為 這做掃帽 少爪錢 掃臭也就是幫忙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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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議員小豐就表示 替大師中意應發掃臭 好有民眾賣水 以少掃臭也就是金爪 青明年假就要告 很多民眾怕青明坐掃帽的搭車 原來都處的工忙 開始擁憲真條 因為民眾掃帽會受金爪 也會有人會幫職ERE Mercy interpersonal智慧 青明節要到了 所以還是有一些小小的事項要提醒大家 請遵循我們事不二記 undergrad以防犯火災 那最主要的是我們吃雜草 因為我們去掃森的時候 有時候會把森樹上面的雜草 就是稍微清除整理一下 所以這些雜草我們不要亂燒 我們就是把它集中在 如果它有集中處 我們就把它放在集中處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是小心存放這些雜草 那另外呢 如果有抽菸的好朋友們 你們抽完菸之後 請記得一定要把菸地洗掉 就是不要亂丟 因為我們去森樹的時候 雜草一定有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菸地如果亂丟 有可能造成火災 然後會造成我們消防人員的 一些困擾跟負擔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還會有 就是燒一些名字 就是對我們的祖先有一些尊敬 所以這些名字 我們就是也是集中燃燒 然後不要讓它亂飛 如果飛走了 我們就是要隨時注意 那個名字燃燒的狀況 最主要的就是 不能亂丟炮 因為你的炮如果亂丟炮 也是有可能會引到的雜草 所以還是會造成火災 以上這一些就是 都是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火災的原因 所以我們在掃墓的當下呢 我們就是要把我們所有周遭的環境 就是看好這樣子 讓我們在掃墓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小洪局表示 如果不小心燃燒火災 請民眾不用恐慌 先擲卡一一救 向當地消防黨委救救 如果火災不住 可以試著用 生活比享有的水源 進行初期的賣會 若是火災已經燃燒到神秘的工具 已經無法觸遞的程度 要趕緊離開現場 政台消防人員正來求救 小洪局好友 在掃墓的時候 不必要的記憶 清明掃墓的四不二記得 除了要注意永會安全 在掃墓離開之前 要稍微更加進行 金鎖的遺跡 更能夠為運用 環保局提供的金鎖接種 請問人秀博部 讓這個信眾 對我們的市場 也能檢控到環境 以及人民的安全 正新新聞 張來欣 破主持 蔡康報道 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電子帳單 發票及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以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最聰明 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